女子在外面工作期间,接到母亲的电话,说外公去世了,女子跟外公毫无感情,本来说想不回去的,但是女子听到母亲死活要让女子回家,女子最后还是斗不过母亲。 女子选择了回家,很快,女子到家里后,探望了外公的尸体后,晚上母亲竟决定让女子来守尸体,这令女子特别的想跑,但女子若跑了,那么母亲就跟女子断绝母女关系。 这让女子不知道如何是好,毕竟她是独生女,没有任何子女,最后女子还是答应了。 但是,就在半夜时刻,女子突然尿急上厕所,等上完厕所出来后,女子吓得瘫倒在地上,因为,女子看到自己的外公竟然起身了,吓得女子脑袋都瞬间空白,大声尖叫起来。 于是,家人都出来后,看到外公起来后,也都纷纷吓一跳,女子的母亲赶紧拨打120,把外公送医院抢救。 很快,经过抢救发现,外公是属于假死状态,如果当时医生仔细检查的话,就会发现外公是假死。 大家可以想一下,为何古代的人去世了,要在家里放七天呢?足以说明,人死了有可能是假死,图片均来自网络。